今天我們要去的地方是開德斯利聯合醫院的復健科 然後我們要去DEMO INSCAN PRO 2 PLUS這台機器 看看能不能用在3D上的東西說真的我也不清楚啦 那過去了 DEMO INSCAN PRO 2 PLUS 對 它有色彩的效陣因為我們也裝一次 好的好 OK 掰掰掰掰 我們來看我們後面 因為我們在現場後面是不好掃的 後面我只能用手直接繞到後面去掃 然後它的頭髮也是純黑色的 在光學掃描器上面黑色是無法成像的 紅合成一個面 OK 經過3D封裝之後的一個檔案 就是完整的一個SDL分 應該是完整的一個3D檔案 然後可以看得到就是後腦槽的東西完全不見了 是因為頭髮的部分本身是黑色的 光學掃描器對於黑色的物件是少不到的 但是在除了除了初子之外 整個細節或是整個人像的表徵 是相對是完整的 有點相當的自然 當然啦 不能看說頭髮那部分 如果說在頭髮部分 一個解決方法很簡單 就帶一個鴨蛇帽 然後帽顏路方能夠跨過後頸 那整個效果就會看起來更完整 像是一個奇奇怪無聲的真人一樣 OK 那這就是我們整個3D的效果 剩下的這一次 再拍攝 更多的水準 影片 影片 感谢观看